我在国内有一个亲戚 家里小朋友比同龄人矮半头 所以他就带着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是营养吸收不好 建议让他给小朋友补充一点股安鲜胺 但我这个朋友查了一下 好像股安鲜胺是健身的人用的多 于是他来问我 这个股安鲜胺究竟是什么 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今天这个视频就重点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 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 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 我是课代表Tim 一名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 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 网址是livepluscanada.com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 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买到 另外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 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 股安鲜胺是一种胺基酸 在人体和食物当中广泛存在 它其实是人体含量最丰富的游离胺基酸 尤其是在肌肉当中会占到骨骼肌中 游离胺基酸总含量的60%左右 股安鲜胺也是一种条件性必须胺基酸 这个条件性必须是什么意思呢 讲人话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可以通过肝脏等器官 自主合成股安鲜胺 因此在健康的状态下 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但在某些情况下 身体对股安鲜胺的需求 可能超过合成的能力 因此需要通过饮食或者膳食补充剂进行补充 最典型的就是感染 手术创伤 高强度运动或者疾病等情况 因为这些情况下 人体对股安鲜胺的需求量会快速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 会加重人体对股安鲜胺的消耗 比如慢性的腹泻 肠炎患者 另外长期饮酒 或者长期处在压力之下 好在股安鲜胺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 像牛肉 鸡肉 鱼 乳制品 还有菠菜 都富含股安鲜胺 更具体一点说的话 差不多二两牛肉里会含有约1.2克的股安鲜胺 鸡肉的水平和牛肉差不多 鱼的含量会更高 差不多是牛肉和鸡肉的三倍 作为一种条件性必须氨基酸 股安鲜胺在我们的能量代谢和生理调节过程当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促进肌肉修复与生长 也可以参与股安鲜胺的合成 清除自由基 另外 它也是肠道与免疫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股安鲜胺的健康益处 像我那个亲近提到的 健身人群用股安鲜胺用的最多 这是因为高强度运动会导致骨骼肌当中的股安鲜胺浓度下降 这个时候呢 补充股安鲜胺能有效减少肌肉分解 加速恢复 另外 它还能缓解运动后的免疫抑制现象 这个免疫抑制现象 我可以稍稍多做一点解释 就是长时间高强度 比如持续60分钟以上的运动之后 体内的乳酸浓度会增加 另外能量供应会不足 加上激素分泌失衡 会导致免疫系统暂时性的功能减弱 从而增加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水平 也会增加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你可以理解成 你身体所有的能量都去让你完成运动去了 其他的事情呢 咱都先放一放 病毒也就容易趁虚而入了 这个时候补充股安鲜胺 可以抑制肌肉分解代谢和促进糖原的再生 延缓运动的疲劳 也可以减少自由基带来的损害 其次维护肠道的健康 是股安鲜胺的一个重要作用 我们的肠道粘膜细胞更新非常快 差不多三到五天就会完全再生一次 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能量和一些再生的材料 而股安鲜胺就是非常重要的原料之一 你可以想象 它是肠道粘膜的胶水 如果股安鲜胺不足 肠粘膜细胞的缝隙就会扩大 这个时候肠道的有害物质 像是细菌、毒素或者未消化的食物大分子 就会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 从而引发全身的炎症或免疫反应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注意补充 股安鲜胺会对肠道粘膜起到修复的作用 改善肠漏症的同时 也会改善肠道部位的营养吸收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医生 会推荐我亲家的小朋友 选用股安鲜胺的原因 第三个除了给肠道粘膜细胞提供能量之外 股安鲜胺也可以为淋巴细胞 巨石细胞等免疫细胞提供能量 研究发现 创伤患者或重症监护患者补充股安鲜胺 可以减少感染病发症 缩短住院时间 所以在前面一期帮助术后恢复的营养素里 我也推荐了股安鲜胺 除此之外 股安鲜胺也是我们大脑里 股安酸和伽巴的前提 这两种物质都是大脑里非常重要的神经地质 因此可以通过补充股安鲜胺 来改善情绪与认知功能 一般来说 市场上的股安鲜胺以粉剂的形式居多 原因是需要补充股安鲜胺的人 往往需要的剂量比较大 像在一些医疗的场景 补充的剂量可能达到 每公斤体重补充0.3到0.5克 当然这个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 但成人日常保健的剂量 也通常会达到每天5到15克 这样如果像通过这种骗剂或者胶囊补充的话 例数就有点太多了 所以通过粉剂与饮品相混合 更现实也更方便一点 那回到视频一开头 遇到的问题就是小朋友可以补充股安鲜胺吗 这个情况有一点复杂 按照加拿大卫生部的标签要求 如果产品里的股安鲜胺每份超过14毫克 这需要明确标示 不建议14岁以下的人群服用 咱也可以理解成 加拿大卫生部并不建议14岁以下的小朋友 服用股安鲜胺 但在美国的一些治疗指南当中 股安鲜胺会用作处方药 用于治疗儿童的一种叫 连状细胞病的血液病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小于14岁 请与你的医生商量 看看有无必要补充股安鲜胺 作为一种氨基酸 股安鲜胺总体是非常安全的 过量补充可能引发恶心 头痛的副作用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就提醒你要适当减量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这个频道专门研究通过 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 欢迎关注点赞 了解更多营养师 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 如果你希望购买 视频里提到的产品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的description里 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 想提醒您的是 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 都是可以邮寄到加拿大 美国以及中港台 等国家和地区的 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也可以来我们 约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 来找我们聊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